舍我其谁 这四个字上头 便是不如太祖的了 太祖留下的莫报极少 诗句更是几乎没有 唯有这独一无二的 环看金招 这四个字始终悬在 乾清宫的书房 取勇 伺候笔墨 取勇这才抬起头 应了一声 却是一张颇为清秀的脸 上前去拿了一块 灰墨 在莲花状的端燕之上 注水磨开 随即备好笔 最后摊开一卷宣纸 在一边用振纸压了 自己亲自欠身 扶到了另一面 这时候皇帝终于转过身过来 却是提起笔 占足了墨 宣级重重的写了下去 舍无其谁 如何呀 回禀皇上 这四个字 气势十足 你说的是这四个字的意思吧 真要说字里行间的气势 别说笔太祖了 就是笔高宗也差远了 丢下笔的皇帝随时这么说 却没有任何气馁的意思 反而是满意的点了点头 杨靖州年纪轻轻 便有统兵之才 朕调了他进锦衣卫 就是想看看他心智如何 没想到夏平安一阵所吩咐 暗示他可夺如宁博的爵位 他却不为所动 老二提醒他 可征锦衣卫的提帅 他也不为所动 如今九妹对他说 窑窕淑女君子好求 他倒是狼狈起来 世界上没有无欲无求的人呢 尤其是他如今截然一身 更好比光溜溜的一块石头 朕不是疑他 可总觉得他太令人琢磨不透了 这个时候 曲勇突然间开口 小的觉得杨大人只是瞧着冷峻 其实未必有那么多的心思 皇上与其试探 还不如直接问呢 直接问 对呀 皇帝突然轻轻一拍巴掌 随即笑道 哈哈哈哈 朕倒是迷了 于那个在战争之上 历旧袍子的年轻勇将来说 与其暗关其心智如何 兴许还不如真问他 等九妹待会儿下来 再做计较吧 哦对了 陈莹回京的消息 罗明远真的不知道吗 据小的查探下来 威国公是真的不知道 威国公回京之后 就任中军都督府 每日登门拜会的人多如牛毛 他哪有功夫注意其他呀 倒是威国公世子 成日里头在外面闲逛 在府中待的时候极少 父子一见 威国公便看世子 鼻子不是鼻子 眼不是眼 可是世子从来都是 公谨应下却是屡教不改 威国公自是气得个倒养 因为这个 几个跟着回来的宠妾数子 都有些别样的心思 糟糠之期不下堂 罗明远如果真的是糊涂了 也往朕一路提拔他上来 皇帝沉阴了一会儿 最后轻描淡写的 吐出这么一句话 便略过了这个话题不提 从书架上又取了本书 下来坐着看 他仿佛没有听到外头 灯饰上 沸凡迎天的喧闹 只是静静的坐着看书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紧闭的大门从外头 方才传来了轻轻的口门声 他开口吩咐医生进来 见大门一推 进来的赫然是满脸懊恼的 疑心郡主 他便撂下书 站起身来 皇上 这两个我是刚回来没事做是不是 非对着杨静周死缠烂打 干明儿 他非得把我当成那凡人的三姑六婆不可 还拉上了贤妃娘娘 到后来 我不耐烦了 直接问他将来的打算 他倒是给了句实话 他还惦记着星河那帮子部署 只预备着按照皇上您的吩咐 办好了事情回去 继续带那些兵 没打算在这花花绿绿的京师多呆 皇上要是还担心他冷情啊 那就不用了 那一大堆的人在那儿呢 全都是让他挂心的 他冬至正诞和这次元宵的赏赐 一多半都送给他 那些死伤袍子的家里头了 如宁伯的爵位他也不稀罕 他说男子汉大丈夫该往前看 至于娶妻嘛 毕竟是一辈子的事 他没有长辈 所以想挑一个核心意的 日后选中了 再来求我和贤妃娘娘 一口气说完这些 宜兴郡主终于长长的吐了一口气 剑衣旁的曲勇已经送上茶来 他接过来 润了润嗓子 这才淡淡的说道 我瞧着 他是极有志气的人 绝非是锦衣为那些老游子能比的 皇上 要想历练一下也无妨 但是 把人竖成靶子这不好 话说回来 陈家那三丫头 我觉得也是极其不错的 惠心喜欢 周王对他也亲近 我看哪 他倒是很有长姐的派头 他那幼帝对他言听计从 相比陈家的二房昏庸 三房的野心勃勃 这掌房姐弟若是一直稳当 兴许还有些看透 这话说着虽然有些刺儿 但是皇帝明白 宜兴郡主的性子 面色微微一宁 便露出了苦笑 就在这个时候 外间突然传来了一个 诚惶诚恐的声音 主子 灯饰上几个耍杂耍的 不慎失了手 将那流星火砸到旁边的灯上 这会儿烧了好几间房子了 您和郡主还请安坐一会儿 杨大人带人到前楼去了 元宵节夜里的杨宁侯府 冷热半边天 翠柳居中喜气洋洋 徐夫人借口养病 在暖阁里头不见人 正房子是显得冷清 反而是后头后照房里头的 罗姨娘 处处人来人往满市人 有的是八截求差事的 有的是暗市得了告命 可以换一处屋子的 还有的 则是各处有头有脸的管事 前来送礼的 也不知道 是变着法子攀比 还是想表示自家的新城 东西一个比一个贵重 罗姨娘身边的两个识字的丫头 都不够使了 到最后 不得不从晨曦那儿 又借了两个丫头过来 子娘居中 则是一片四季 陈九自从接到旨意回来 就把自己关进书房 不曾出来过 只是在门外 就能闻见一阵阵外溢的酒味 马夫人直接犯了病 躺在床上直哼哼 可后来 直接火头上来 将一个丫头 直接拨了外头的衣裳 丢在院子里罚柜 半个时辰 人就半死不活的了 如今正压在柴房 陈兵跑到陈燕那儿 兵里傍郎的 一气砸了好多的东西 一巴掌 甩在妹妹脸上 随即气急败坏的 回屋子里去了 至于陈燕嘛 则是看着满屋子的狼藉 欲哭无泪 好半赏 这才带着丫头们 默默的收拾了东西 倒是辽乡院中还算正常 大小丫头们按照直思和早就安排好的日子轮流休班 院子里也挂上了晋王妃早早送来的各式彩灯 正厅之中的房梁上悬挂了一盏御用尖造的八仙过海宫灯 因是用了玻璃 内中燃的又是南海蜜蜡 将整个正厅照得是异常明亮 只是偌大的地方 只有东次尖的门口守着绿鳄 几个小丫头正在后头指挥着粗实的婆子换屏风 动静轻得很 东次尖里头 朱氏正靠着抗以靠背 眼睛半开半合 可是耳朵却没有放过郑妈妈说的每一个字 等郑妈妈完全说完 她这才睁开眼睛 这么说 殿下和王妃预先都不知道吗 是 王妃说 殿下虽不怎么看中是谁承继杨宁侯 可是这个消息之后 却是懊恼又愤怒 很不高兴 应该是绝不知情 王妃虽然没有见到淑妃娘娘 可是那边的女官早就喂饱了 如果有消息 绝不至于没有风声 郑妈妈见朱氏眉头紧簇 迟疑了一下 又低声说道 王妃还让我禀告老太太一声 真龙那丫头 生得随俊俏 殿下也喜欢了几日 可是 她实在太急了 与殿下在外头的事情 也留心太多 今天 那个钦克相公被抓走 她竟然还急巴巴的跑来抱王妃 也不看看那时候还有人在 唉 原以为她在我身边 跟了几年知道进退 想不到 一放出去竟是这个样子 和她那老娘一个样 上不了大台面 你到时候去看看 她家里老娘是不是去翠柳居巴结了 如果是 趁着老三还没回来 寻个由头 把人给拿下换了 免得我看着生气 至于真龙嘛 人送到王府了 王妃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不过是个丫头罢了 弱大的猴府 真龙这样的家生丫头 少说也有数百 面貌出众的 也不是挑不出来的 而唐顺家这样的管事媳妇 从前不动 并不是真的动不得 因而 朱氏既发了话 郑妈妈便应了下来 再也不提此事 只是如今 三房席绝 这的确是心头大患 主仆两个人商议了几句 朱氏渐恍惚起来 冷不丁 面前又浮现出了那张 妖艳精致的脸 下意识的 她就抓起了旁边 炕桌上的果盘子 劈手砸了出去 老太太 那个新拿出来使用的 如摇果盘 在地上炸的是四分五裂 刹那间 郑妈妈惊呼声 同时响了起来 直到这个时候 朱氏方才惊觉 这是自己在屋子里面 那个该死的女人早就不在了 于是 脸色顿时恢复如常 见郑妈妈急急忙忙的查看 她便若无其事的遮掩了过去 等门外的绿鳄 换了小丫头进来收拾 又退了出去 她这才接过郑妈妈递上来的茶 喝了一口 不用劝了 我还没有老到会被死人有击可乘 刚刚只是一念之间而已 我刚想过了 皇上这次的赤命 下得实在有些稀巧 而且 有违礼法 这封赠告命 老三媳妇 毕竟是济氏 至少 也得先封了前头的妻氏 这才轮得到她 而且 说是生母未封 不得封妻氏 但是 这些年那些老夫子们 一个个据理力争 硬是说 生母未封 也不得封妻氏 只要我活着一日 那个女人 就别想得赠告命 老三媳妇 论理拿不着侯夫人的告命 看来 这老三的成绩 应该不过是一时 郑妈妈万万没有料到 不过是一会儿的功夫 老太太 非但从那懊恼之中 回过神来 而且 还想得如此深远 不禁佩服的连连点头 而朱氏有了精神 索性坐直了身子 把手上那盏茶 搁在炕桌上 口气越发平静下来 至于罗氏嘛 从前隐忍 这一回被封了书人 自然高兴 可是 他却是打错了算盘 他如果此次未封 将来老三媳妇死了 只要借着当初婚嫁时的 那点子由头 正是之位 兴许还能够抢回来 可如今 他却坐实了这个测试 陈青陈汉是庶处 五丫头也是庶处 这便是铁板钉钉了 老三媳妇不成气 可下头还有个儿子 如今 丈夫成了侯爷 我就不信 他还会那般软绵绵的 老太太说的是 这一点我竟根本没有想到 只是皇上这旨意 先是什么风声都不露 会不会是皇上对晋王 别人看着总会察觉出那个意思 可我总觉得不像 周氏摇了摇头 口气却没有刚刚那么坚定了 皇上不立储君 那是年轻时 我在太后面前时就听说过的 立了储君便是名正言顺的国之富二 于是自然而然就有了收揽人心的本钱 兄弟之间反复轻压 到最后 往往是并未做成什么 却死于君父之手 所以不立储君 反而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至于鲁王一个孩子 真能比得上晋王吗 只是晋王连姻勋贵 偏有爱好结交文臣 兴许皇上不满于这一点呢 诸事说着一顿 随即又想起了曾经听过的一个条臣 那个御使的名字 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那个时候 他还只是个孩子 只是听家里的人提过 说是太祖立国 就有文官建议 皇帝和宗藩选纳妃妾 全由民间 却被太祖喷得一脸的口水 倒是一人得到鸡选升天 若真是从民间女变成了皇后宠妃 又有几个真的不偏向家里的 宋时的贤后既有出身官宦 也有出身平民 定这种组织简直是滑稽 所以宫中处妃 既有勋贵之女 也有官宦千金 也不乏平民女儿 后来 就因为太祖皇帝定下了 勋贵长兵的规矩 勋贵随时无勇大不如前 带兵的大权却始终不曾旁落 无论是文官还是中官都插不上手 威国公罗明远的窜升 在从来都是按部旧班的朝中 无异于是一个奇迹 一个远在西南的小军官 因缘几会一路被提到了世袭的国公 这除了一举废除了兄弟 而自己做了江山的武宗 酬劳功臣 于是论功行赏之外 本朝哪一带有过这样的先例呢 莫非是皇帝对于勋贵把持兵权 有什么想疼吗 成婚之后 便在京城守着偌大的杨宁侯府 哪怕诸事儿时 也只是什么都不懂得规格千金 这许多年下来 朝中的事情 不能说是了若执掌吧 但也是支支甚深 此时越想越觉得自己的猜测有几分准 觉得脑袋隐隐作痛的她 叹了一口气 正想叫绿鳄进来给自己按一按 她就听到外头有了说话的声音 紧接着就是绿鳄的声音 老太太 表小姐来看您了 苏婉儿 朱氏看了一眼正妈妈 便吩咐请人进来 带到外头打起帘子 请了苏婉儿进门 她就注意到 这位前天进府时和金草去王府时都打扮得煞费苦心的少女 眼下倒显得异常的朴素 可是瞧着反而会比那会儿更顺眼一些 见人迎迎而拜 她笑着吩咐不用多礼 等坐下说话之后发现苏婉儿满口都是关切 她的心中自然常亮 原本苏家老太太上门提出婚事的时候 杨宁侯府正经历着一次深不可测的变故 可如今侯爵不过由二房换成了三房 上上下下都有后次 苏家原本还可以仗着未来近视的名头讹诈 现在却没有那么容易了 也难怪苏婉儿会着急了 给大家看